清晨七点半 当记者一约来到乡村医生郭红斌所在的 阳中市八桥镇利民村卫生室时 发现这个不算特别宽敞的诊室里 已经挤得满满当当 你现在这个是谁把那疼吗 就是硬术 硬术 这个谁贴呢 贴火贴 趁着郭医生专心看病的功夫 记者把这个最普通的农村卫生室 仔细打量了一番 150平方的空间内 全科诊疗室治疗室药房康复室 一应俱全 两名医生一个药剂师 与一名护士各自忙碌着 俨然就是一所微型医院 而说其62岁的郭红斌 在八桥镇可谓是远近闻名 他曾获得由卫生部颁发的 全国优秀乡村医生称号 2007年 阳中实施镇村医疗机构一体化管理 郭红斌和其他村医一起 变成了由镇卫生院统一聘用的公家人 医保养老保险也都由政府拖了底 从小诊所搬进了政府投资建设的 标准化村卫生室 老郭不仅用上了先进齐全的医疗设备 还拥有了自己的医疗小团队 更让他欣慰的是 村民们享受的医疗保障 和就医条件也越来越好了 阳中的农村老百姓 为什么喜欢到村卫生室来看病 我们发现在每个药房收备点 都安装了这样的医保刷卡机 老百姓根本就不需要携带医保卡 只要刷一下手中的二代身份证 就能实现医疗费用的时报时销 最后有没有讲到 想不到这个医院呢 就送到自己的家门口了 挂学的时候呢 还可以学到墙上 这个呢 是我 大一份的 这是什么呢 这是门人吃饭 这是每一天看病的 是吧 那这个有多少张呢 这是一千八块多 那就是说每天你要看六十个病 对对对 随手翻翻郭医生开的处方单 记者发现 几乎都是花费在二三十块钱以内的小处方 来看病的村民们说 从十年前开始享受到新农河 花小钱看大病带来的实惠 到如今 阳中农民的医保待遇 已经和城里人完全一样 看病报销的比例更是大大提高 截至2011年底 阳中共有78名乡村医生 像郭鸿斌一样 进入全市45个村卫生室 一个小小的乡村卫生室 就像一把尺 不仅量出了基本医疗卫生体系建设 给农村百姓带来的种种实惠 也量出了百姓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生活质量不断改善的幸福感 十年来 江苏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3.2倍 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7倍 截至2011年底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5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1万元 在此基础上 2011年 我省又提出居民收入7年倍增计划 十年中 我省保障体系加快完善 目前已实现城乡低保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和社会养老保险五个全覆盖 全省养老 医疗 失业 工商和生育保险参保率 保持在95%以上 过去十年 江苏人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免费义务教育 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基本形成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覆盖率达到98% 初步建立起覆盖城乡的保障房体系 2011年 前省共完成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 45.3万套户 是国家下达任务数的112.9% 十年来江苏经济在建国 也在实现发展 经济发展的成果如何 让老百姓普遍的充分的分享 这是江苏国际党组织和政府思考的问题 让江苏的人民群众生活更加美好 是江苏推荐两个率先的根本目的 也是检验这种民设计成效的评判标准 民生不是口号 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幸福不是标榜 是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感受 以2011年启动的幸福民生工程为抓手 江苏不仅在加快完善 终生教育 就业服务 社会保障 基本医疗卫生 住房保障 养老服务六大体系 也在充分发挥人民群众 在推进民生幸福工程中的主体作用 营造共建共享 幸福江苏的良好氛围 是文明办日前发布了9月